二十三条有个新话题 可能没人留意 非法操练罪可以是海外外效力 非法操练罪第一是叛国和叛乱 叛国就要有武力的 在叛国罪里面有件事不清楚 我已经说过域外效力就是哪些罪有域外效力 域外效力就是包海外的香港人 所以我现在要提醒大家 我们要为海外香港人发声 不是等他们为我们发声 因为我们没什么事 现在他们有事 叛乱罪 煽动受恨 就是针对他们的言论 如果有域外效力就是大家一起 当然是针对你 如果没有域外效力就是针对香港人 你留在香港没有出声 没有 你说话 海外就正好了 现在不是 大家一起针对他们 可能通缉他们 搞他老母 是不是 可以搞你老母 搞你的儿子 你还是有人在香港 你看真的有效 有效 所以起码他们说话不会比我更串 不敢比我更串 但是我们都说 香港人是自己有发声途径的嘛 你都可以随时上网 我跟你不是一个普通网民 是不是?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神推鬼弄 做了YouTuber 越做越 不过很大工程 其实很多人发现 说话很厉害 大家留言 我看到很多人是有脑子的 只不过你没有那个机缘 或者你很大工程 搞的都不是很大工程 不过可能又不是等钱用 又不是觉得自己什么 为什么没人听 是不是? 是的 你对自己有期待 你搞这个 我就很赞成 每个人都开过视频 太多狗狗牙 走了到外国才是最高 当年成功到外国已经是离了地 但他诶别说 一个市场没人争 为什么没人争呢? 因为香港政府好像是被那个 说你不可以说话 随时拘捕你 拘捕了几个都是高登啊 连登啊 或者他自己在Facebook上 怎么也暴露了自己身份 如果不是的话 就算是 你暴露了身份 但你好像我这样堂堂正正 小心点 其实是没事的 是不是? 也有很多人还在说话 香港人留在香港的 但是我们现在有个任务 就是为海外人说话 因为现在23条立法 到今天越看越似 是针对海外香港人 也不是针对那些已经移民很多年 而是针对近几年走出去 充满怨气的人 他们有两个东西 特区政府是怀疑他们在做的 第一就是继续利用澳联网 散播不利香港政府 抹压 是不是? 仇恨语言 这些本来就是我们的专利 留在香港人的专利 但是留在香港就不担心 你敢? 你敢收美国人的钱? 骂我? 是不是? 敢勾结外国人这样那样? 你敢吗? 我不是敢不敢 我没有 我一直都没有 独立评论我为什么要勾结呢? 我不勾结共产党 也不会勾结美帝 我们纯粹是小小的 为香港人的我安心立运的地方 我看见什么不同 我就知道 大家是保持这样的 保持这样的 出来示威都没事 对不对? 有的 石文年有示威的 黄婆婆有示威的 莲姐有示威的 是不是? 我不喜欢炮头露面 为什么? 说不说的 你不让我开麦就出去示威了 这样呢? 我们没什么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香港人是不是很紧张? 我只看这些 这条片子都不会收拾高 是不是? 原来香港人觉得 这样咯 大家是不是觉得可以怎样? 还可以怎样? 要挟我们什么呢? 我们客大了 客到习惯了 所以香港人不是很紧张 这个咨询也没什么所谓 你就立了 平常心 是不是? 但是问题是我们不可以这样的 我们要为香港人在海外发声 香港人发声是有用的 因为你在香港 香港人很生气 不行 我想着去台湾读书 我想着去美国读书 你知不知道有很多地方呢? 以前有些学生读书 他告诉我可以申请一些课程 在大学有的 三个月的了 军份了 香港没有了 是不是? 防卫军就没了 附警就不喜欢做 那些不是军法 是不是? 那些打军军那些小孩拿枝架枪 那些真的弄两下 正式是有的 外国很多 当是一种训练吧 他真的有真章销 台湾也更加 如果去台湾读书 以前什么要上成功令 年轻人没有机会 其实我都很向往 年轻人很向往这些 就是去当几年兵 是吧? 操几个月到 现在台湾有四个月 现在增加了一年 那去台湾读书的人 会不会受这个法例影响呢? 修订23条 这件事上次23条是没有的 就是20年的23条 是新东西 逢是新东西 必然有针对性 建议修订非法操练罪 规定任何人未经批准参议 由境外 包括了台湾 境外势力插画主导的操练 即属为法 用境外的意思就是包台湾 即属为法 由于法例说具有外效力 将令到移民具有相权国籍的都要服兵役的 就会很尴尬 说澳洲也是这样的 但澳洲是承认双重国籍的 中国是不承认的 是吧? 因为你责任不承认的 其实理论上你是没有了香港籍的 可以没有了 但是呢 你要退出了 申请 你如果是移民其他地方呢 你都还可以 申请退出中国的国籍 但是我告诉你 我怀疑他这个香港就不是国籍身份 而他是帮香港人的 我说了很多次了 看看到时的文件 因为他暂时没有说清楚 他是针对离开了的香港人 这个法例 你看看袁巴去和郭彦 即是那几位 邵南那四个去国务院 他们都是问一件事 如何保护离开了的 离开了的香港人 是吧? 可能被通緝 会大量被通緝 如果 大家都很明白 如果你是移民去英国 英国这些包括什么呢? 民防训练 是吧? 香港人也有人说是搞民团的 19年那时候 后来说不是 发觉香港如果搞这些操练 香港有法例的 是有的 香港不让你搞这些 民间的武装组织 去习武 去学泰拳那些 但是你说有训练计划的 那些是体育活动 那就不行的 外地参与民防训练的香港人 面临现状指控 据说台湾就是有个 哦 我忘了个名字 曹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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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说要捐一笔钱 搞到所有台湾人都要烧枪 对吧? 老共打过来的时候 全民皆兵和他死过 都是好idea 或者不是这样 如果你只是开始民兵训练 因为他那几个月有固定有不固定 固定也不固定 如果香港去了台湾 还没取消中国籍 而且你去台湾是没得取消中国籍的 如果是这样 虽然不多 我一直都认为要正式参军的 去到台湾 最好做一年两年 如果你是年轻的 你去法国 很多国家都有外籍兵团 美国也有这些法例 你正式参与他的军队 服役 服役期间突然上战场 要预遇 但是没有的 或者你服役不去战场 你只是后其他兵种操练着 准备必要事上战场也好 已经当你服役5年就可以有那个国家的国籍 这个也是一个入籍的方法 英国就没有这样东西 好像BNO就不用了 所以未必是针对BNO去英国 但是去其他国家 又或者CIA训练 我觉得很多余 如果CIA训练都不会给你知道 秘密的 你这么聪明知道哪个人训练过 回来告他 你先提出证据 接受民团训 军事训练 国防训练 但是无论如何 现在就立例了 但是这件事会影响香港人在外面的自由 尤其是年轻的 你不排除的 你喜欢参加这些 香港就搞解放军那些就是了 那些少年团 解放军少年团 民安队可能当你不是 附警 警察的少年警信 都当你就是了 香港就行 外面就不行 香港人去到外面就没有这些时候了 当然他不会讲得太清楚了 是吧 那未经保安局 警务处长 任何人提供使用武器军事训练 等指明的训练 等训练 接受操练 是吧 或接受参业境外势力 作为主席指明操练 操练已经是了 如果你说操练是为了打回香港的 成立这个游击队 是吧 香港境外游击队 是吧 好像珠湾事件那样 反攻珠湾 那我们应该很高颖 真的要切法子捐些钱给他 切法子支持一下他 是吧 但是这些东西一定是保密的嘛 现在不是的 他是怕不像镜蜜 我都不像镜蜜 没有事没有干 但是呢 我觉得他就是一文一武 那个煽动叛乱那个 煽惑仇恨那些 批评香港政府 批评香港政府 那个是很阔的 那当然了 你说香港 你就大乱和了 那不是的 一向都有 我讲过 Cedice in Ten在第十条那里 没有警惑效力的 你知道快必那条罪是没有警惑效力的 立场新闻那条罪是没有警惑效力的 明天有的 你那些什么镜传媒啊 什么绿豆啊那些 但是他可以检视你 认为你煽动香港人 憎恨特区政府 你做新闻他可以说你这样的 是吧 你那些什么看中国啊 希望之星啊那些 或者是甚至是在电台Weeksy听 就是报道 经常叫我黄世纪评论啊 你说你认为你 就是第一 第二类了 大家要谋意了 跟着下面那些什么间谍罪啊 那些非法使用电脑啊 跟着那些勾结和建立外国关系那些都不重要 是不是 有什么关系建立呢 是不是 反而是比勾结低了 但是现在新增二十三条特有呢 就是要有境外 纵然他是 现在不用 现在用国安法是有境外的 也都在通缺人的 是 第二天呢 要保留这件事 我们以为呢 有二十三条 假设有二十三条 就不要国安法的时候呢 那我们减了辣了 不是 他保留这件事 就是针对海外香港人的东西 清楚不清楚 所以香港人留下的呢 现在要为香港 为海外的东西 他们跑了出去发声 现在我们留下当然要为他们发声 是吧 我们都要留意这件事 要反对这件事 因为翌日说不是 你的子女啊 是吧 可能去移民啦 你自己给那些小孩去读书就移民啦 那你都希望他很自由的嘛 什么都可以 参加这些 你香港没有啊 香港去解放军那里去做民防操练 我当然不肯制 不知道 但是去到外国你可以参加民防操练的嘛 就是民防 或者学校里面是有课程的 我知道是有的 我听过的 就是呢 正式是有军衔给你 做了兵的啊 下士的啊 叫做 就是正式拿支步枪吹几下啊 是吧 那有些是粗过的啊 你是可以去参加这些啊 你去读书 以后不行啊 要豁免 它没有豁免啦 豁免就是在解放军那些就可以 是吧 你没有了中国籍也可以 当然啦 如果你移民的下一代 你没有了香港人的身份 也没所谓的 是吧 没有了中国的身份 但是这个也是有问题的 是吧 就是呢 邓炳强就说很多严重危害国安局都在境外发生 就是他就怕呢 但是这个你影响一般人嘛 就是你怕CIA组织立刻对人回来 那么呢 19年那时呢 是吧 就是 传言呢 有一对黑衣人是成人军队 非常之打得 而且进退有罪 连过 那不是普通香港市民 前线的兄弟啊 我也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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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警察都不够打了 是吧 那时候 是吧 包括在国地铁破坏那些 就说是美国训练的 一对人 那这对人现在去了哪里呢 那当然应该不是香港离开了 但是回来怎样呢 那我就问了 黎智英 你又说他是幕后大一收组织 这个九年那些 那你不理黎智英 那其他人呢 那你国安查了五年 找到这些人出来没有啊 是吧 这些是罗宾汉式的人物 我们都记什么啊 是不是有城市游戟队潜伏在香港啊 那在香港你就找他出来啊 是吧 但是没有事 又说我们找到什么床械啊 那些 多数没有下文 你看到过时过节前 又搜一批枪械 次次拿那批道具出来 然后说我们搜到东西 警告有人 没有下文啊 很大件事啊 组织去了哪里呢 有什么组织啊 是吧 最能的就拿走巴巴 不是已经宿灾外国 即是这样 是真的有还是真的有 你又找不到出来 我们一直都是很充满疑惑 是 23条呢 为了这样 而要故意保留了这个 现在还没说清楚域外管治 和这些条文要说清楚一点 虽然就会影响到 你移民你当然是 除了去台湾之外 你还是要退出中国 当然是退出啦 是吧 那就应该退出就可以了 但是他也没说明啊 你还保留香港人身份呢 我猜是照样动你啊 照样 这个我们就要为香港人离开了 或者翌日你准备离开 现在你都要出声了 要关注这个东西 好 说完了 是不是很有趣啊 我们常常说 我在外国出去 我要出去为你们 香港人发声 现在不是啊 是吧 刘世良 你的子女又怎样啊 到时你可能被人逮捕 你可能被人逮捕 我们要为你发声 不可以这样的 谁有能力反对23条呢 发一街留在香港的人有条件 难道你海外的人理你也错了 是吧 你反对救他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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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我发声 哎呀 无端端端 说完了 好吗